现在的中国呢可以说已经不是一个就是说应该处处上轨道的这么一个发达的一个现代化国家 它的舆论呢完全被网络左右了 你看这个中国现在这个娱乐圈 中国现在娱乐圈已经完全成了没有什么真正的影视作品 好的影视作品和这个 就是说正能量的影视作品几乎都销声匿迹了 有的只是铺天盖地的这种不良的这种综艺啊 对不对还有这种铺天盖地的这些丑闻呢 还有这些明星铺天盖地的去参加这些直播带货呀 就是助纣为孽卖假货对不对欺骗消费者 这种例子屡屡结实 你看中国有多少年这个电影没有入围到 这个奥斯卡的最佳外遇片了 从2002年的英雄开始到现在快20年了 中国没有一部像样的电影拍出来 为什么 因为所有人都去参加综艺去了 导演都去做综艺的评委了 对不对 演员都去参加综艺了 对不对 因为综艺挣钱快呀 对不对 就是湖南卫视这个这个马桶台搞起就是最早搞出的这个综艺把中国给害了 中国原来是一个自成一体很有特色的一个国家 中国的影片呢也非常有深度 对不对 所以霸王别姬啊 英雄啊 这些电影可以说是享誉全世界 对不对 外国人看了 我在2002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电影院 外国人看了这个英雄之后 翘大拇指头 中国的电影 太棒了 very good fantastic classical 你现在在看现在的中国电影 外国人一看 What the hell was that it's trash 就是说 到底是什么玩意啊 那就是垃圾的 圈钱垃圾的 像太炯 港炯这种片子也好意思出口的 顶你个肥狠嘎惨啊 跟大便一样的电影 还出去凭奥斯卡呢 初选都过不了了 所以你看所有的演员都是 都是眼里就只有钱了 都成了钱串子的 哪有人能够可以 安安心心的去体验生活 去磨练自己的演技 去好好的把一个故事说好 好好的就拍一部电影 拍一部电视剧 没有 对不对 那刘涛随便一个直播带货 就能赚四千万 对不对 根本不是这种 呃 献心令啊什么的 所以别的人像潘长江这种 为老